高中生 你敢講我敢聽 我是主持人龍龍 你有當過幹部嗎 現在的高中生幹部都在做什麼事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職位呢 讓我們來聽聽高中生怎麼說吧 高一當了一整年的班代 都在收錢 高二又當班代 所以又在算錢 高三又當總五 所以又在算錢 所以你就是高中這三年都是在收錢跟算錢 對 我們班沒有人想要當幹部 因為我們要開每個禮拜要開核心會議 然後你當幹部被提名要發表政見 核心幹部要發表三分鐘 我以前有當過我們班的班代 就是去開會 然後很費 現在一個班上大概有多少個幹部呢 班長 副班長 風紀補照 衛生環保 體育 學藝 高三的時候會有升學學長 我們都是投票然後或是有人推選這樣子 我是環保股障 環保算啊 就是刺得到垃圾的嘛 對 算督促同學這樣 擔個風 我覺得我很不敬主 為什麼 我們都擺在家 你呢 你班長有擔任嗎 班代 高一剛進來的時候 全世界都很擔班代 要搶 因為高一的時候會辦聯誼群 對 但其實那都是價格 為什麼 因為就是聯誼群其實就是你唱了之後 你就會放在那裡 然後就爛爛爛爛爛爛 會成鼓掌 就是看人家打掃 有時候人家很忙就去幫忙一下 那你覺得自己做得好嗎 呃 不好說 我三年級當過環保鼓掌 放學都會有一些垃圾 然後都要拿下去回收 我覺得還不錯啊 至少還有一個幹部機會 擔任學藝 學藝 學藝是做什麼的啊 寫教師日誌 然後給老師簽名 我們兩個都是學藝鼓掌 我原本是一開始的學藝鼓掌 可是因為我實在太冷 就是我都不寫 你都不寫教學日誌 對我都不寫教學日誌 不然就是 就是兩個月的一次寫完 那你呢 你有當過什麼樣的幹部嗎 就是接他的幹部 而且我要暴露他一間去吃 他一先去吃 就把每一本書直接回書中 他怎麼啦 就一舉裝死一個學期 冷氣卡掌 冷氣卡掌 我本人 因為我是有見這種幹部嗎 應該是種我們朋友 我就跟老師說 下雨期我要當冷氣卡掌 現在這裡就如願 我關冷氣卡 我想吹就吹 舒服 我就體育補掌 體育補掌 對… 那你覺得自己當好不好 還不錯啊 為什麼 就都有準時拿東西啊 從國中當到高中的 風紀補掌 蠻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吼同學 我們有初補掌 每個禮拜都要輪式 他喜歡喔 跟班上的人 剪刀手部輸得挺初補掌 而且我還跟女生補掌 其實他就是想事而已 學校辦活動的話 就是一定是 班連 就像是學生會那樣子 然後要代表學校出去 參加一些茶會什麼的 幫學校打公關啊 在各個活動背後的 努力的團隊吧 你如果是學校 那他們就是班連 我就是班連會的 你是負責什麼幹部 財政 對 財政 我是班連會的場務 班連會就是 最主要就是跟學校交流 然後我們有辦舞會 除了辦活動 應該還有其他事情吧 跟學校吵架 你沒有吵贏過什麼嗎 沒有 我們有盡力 我們真的盡力了 那你為什麼沒有想要當 就是班連會的政府會長 我想去選 然後那時候就說要 就是學期平均要75分 然後我不到 我差超多的 我們有分八個股啊 嗯 就是八個股負責不同的事情 然後像我是秘書股 就是類似打雜 我高二下學期 一整個學期下 我只吃過一次五成 蛤 那你有沒有辦法就是 講出一分鐘的競選發言 那你幫他打手語好了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景美班連的正副主席候選人 然後呢我這次有一個政見就是 希望大家會投我 就是我希望可以在學校的合作社 賣蔬菜 然後呢每天中午吃一包燙青菜 我們就可以 就是促進消化 然後代謝 然後呢就可以減肥 也要記得還要配上運動喔 一分鐘了